好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国军升官的重点 知积分是如何计算的 那军训教官选讯的知积分计算标准又是怎么样 那这个应该对于国军人员又都是相当重要的 因为呢 我不相信就是你在担任职业军人的人员 你会一直想要当士兵就好 或者是你会一直想要当下士就好 还是你永远只想当少尉 我想在当职业军人的人员 没有一个人想这样 大部分你都会设定一个阶层 让自己晋升到那一个阶层 那以士官来讲呢 大部分都至少他想要升到上士 那如果你再有野心就升到士官长阶 那军官的部分最低标准 应该是要晋升到少校阶层 那如果时间有余或者你学历允许的话 大家都想要一直晋升到可以晋升的最高阶段 所以呢通常没有人想要当下士中士 那大部分的士官呢 也至少想要晋升到上士或士官长 那我们在晋升的过程当中呢 绝对都有晋升的相关的人士评议会 不管是士官的人士评议会 或者是军官的人士评议会 你都必须要经过这个人士评议会的决选标准 然后呢来勾选到一个非常适合的人 来这个晋升 那这个你如果进入这个决选标准里面 你就会纳入候选名簿 那候选名簿呢 跟这个积蓄名簿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相关的这个比序 如果是积蓄名簿的话 积蓄名簿是代表你那个阶级 所有人的排序 例如一个旅的人士官那边 可能有下士的整个旅的所有人排序 就从第一名排到最后一名 这可能也有少位的排序 有中位的排序 有上位的排序 有少校的整个排序 那个叫积蓄名簿 那个叫积蓄名簿 那如果哪一天呢 你要晋升到某一个阶层 或者是你要调任到某一个职缺的话 如果你的这个标准 你有符合这个标准的话 你就会被提列到候选名簿 那候选名簿呢 他也有自己的一个比序 他也有自己的一个比序 所以呢候选名簿里面 里面所有的人 就是表示这些人都是可以晋升上街 或者是调任到某一个单位的某一个职缺 这些人是符合资格的 所以这些人会纳入候选名簿 那候选名簿也有比序一到比序最后 那你那个阶层的积蓄名簿也有比序一到比序最后 都有这个比序那大家可能就是觉得很奇怪 那我那比序是怎么出来的 比序的先后顺序都是按照当时的知积分结算 来得到一个成绩作为比序的标准 你分数越高你当然比序就越前面 那你分数比较低一点 那比序当然都比较后面 那以一个下市的知积分来讲 大概就是下市刚认官应该18、19分而已 那到宗教阶至少都大概52到60分之间 52到60分之间 所以都是有他自己的一个分数 那你可能就会觉得很奇怪 那你这些分数到底是从哪来的 那我要怎么去加强你的分数里面的要项 我才能让自己的分数变成很高 每个人都想升官嘛 对不对 没有人不想升官啊 除非他已经到某一个阶层 他可能心无旁骛 准备等待退伍 那就另当别论 按照一般的人员来讲 通常都希望自己一直升官 连我自己 我也想要一直升官啊 只是没有机会而已啊 对不对 对不对 通常一个男生 你应该比较有那种升官的那种企图心 那女性同仁呢 可能到某一个阶层 他考量到工作跟家庭之间 可能会有一点取舍 但是呢 依我看到的男生 在我服役过程17年志愿力的生涯里面 我只有看到一个男生 留职庭薪 为了他的小孩 为了照顾他的小孩 留职庭薪 一个上市 留职庭薪哦 你没有听错 男生留职庭薪 当然啦 我们不能用性别来区分说 照顾小孩这件事了 只是说 我服役过程中就只有看过一个男生 办理了留职庭薪 因为这个 一般正常来讲 都是女生可能会比较专注于家庭的照顾 所以呢 女生对于这个晋升方面 可能都会到某一个阶层 就没有想要晋升了 那男生的话 是一定都很想晋升啊 因为男生就是我们就算是一个什么 大男人主义 男生都会觉得 我是男生啊 我要一直升官啊 这样才有男生的感觉啊 所以这个 很多人在最近的影片当中 因为遇到了7月1号嘛 对不对 我能想象啦 有一些人在5月底6月开会的时候 可能因为对这个知积分不熟 或者是分数较低 没有列入了晋升的人员 所以心里可能有一点不舒服 所以就在我的有一些影片里面 特别说明说 这知积分到底是怎样 为什么我的知积分比别人低 明明我们两个年班就一样啊 为什么我分数会比较低 所以知积分的评判标准到底在哪里 当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脑海里面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是 不对啊 每一年年初的时候 人士不是都会拿给你一分 一份知积分的计算表 然后呢 请你在左下角签名 难道你们都没有拿到这份知积分表吗 对不对 那每一年呢 结算的标准都是到去年的12月31号 所以呢 每年年初的时候 不管是人士官或者是人士士 应该都会把你的知积分表 拿给你14签名 因为你今年就是要用去年最后结算的成绩来当做你今年的比序成绩 所以呢 为了让大家确认说你去年12月31日最后的结算成绩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的 好 等一下我就会跟大家说明一下里面其中包含的药项有哪些 好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应该是在1月初或1月到1月底的时候 人士官跟人士士就会拿着你的知积分表 请你核对一下 最后呢 在左下角 14签名 那你可能就会讲啊 不对啊 人士不是都专门在负责这个相关的这个表格 那怎么会有错 他用出来的一定都是最标准的啦 那为什么就会有错的 那我们干嘛核对 不就自己签名就好 或者是人士官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拿给我们签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人士系统里面所列出来的知积分表 他的这个知积分表是由电子 电子冰资里面所直接截取出来的相关的资料 那我要跟大家这个说明的就是 电子冰资跟紫本冰资 其实是以紫本冰资为准 也就是说紫本冰资的这个准确率会比电子冰资还要高 因为呢紫本冰资他都每季或每半年就要再去实施冰资的核对 所以呢紫本冰资绝对会比电子冰资还要准 所以呢这个人士士或人士官为什么每年在年初的时候都要把知积分表列出来给你们 然后呢你就要在这个左下角实施签名 核对过后你就要在左下角实施签名 意思就是验证这个这个里面的分数是真的你的分数 除了让你自己知道你去年到12月31日的分数是多少之外 也顺便让你核对一下这个知积分表里面相关的资料有没有错误 因为我刚才讲了电子冰资表是从电子冰资截录出来很多相关的数据之后 纳入了知积分表 那紫本冰资跟电子冰资两个相较的话 紫本冰资的正确率较高 正确率较高 所以这个为什么每年人士士或人士官都一定会拿这个相关的这个知积分表轻易来签名 重点就在这里 所以有一些人在影片下方反映说 知积分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就觉得很奇怪 按照人士规定 你每年在1月的时候就是要拿知积分表让人家做签名的动作 那为什么还那么多人一直在问说知积分表到底是什么东西 光是这个礼拜 有关询问知积分表的留言 超过了五折 而且五个不同人 那表示他们在五月底或六月初的时候 在实施各项阶级各个阶级的晋升过程当中可能吃了亏 所以他们一直在想说 不对啊 为什么跟我同年班的都升官了 甚至比我小一个年班的人都升官了 为什么他们知积分会在我上面 他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有关这个知积分里面的成绩到底是怎么计算 让大家好好去针对自己的分数自己去掌握 让你的分数的提升达到最后的高分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效果 让大家都能很安心的晋升到下一个阶层 杨宇你好 我们的将军级会员小一 进入了聊天室 小一你好 好 好 那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知积分评判的标准 它总共区分上几个来源 第一个呢 就是你的年资 第二个就是你的学资 第三个是你的经历 第四个是你的考基 第五个是你的奖程 第六个是特别加分 好 所以呢 如果你对你的知积分有问题 你要针对这其中几个要项 去核对看看 哎 到底有没有问题 例如 我的经历明明这个101年到102年 我是担任班长啊 那为什么 我的经历方面突然被弄一个这个幕僚值 这就错了嘛 所以有相关的这个问题 你都要适时的来跟这个人事做反应 人事做反应 好 那我刚区分的这里有六个部分嘛 知积分的部分 那区分成这个六个部分 那就直接跟大家来分享 有关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年资的部分 那年资呢 你可能会讲 啊年资就年资啊 啊不是就一直当下去 就分数一直来不对 不是吗 是没错了 按照正常的这个计算方式 当然是你年资有多长 你就怎么样去计算你的年资 但是你要看看人家有没有把你计算错误啊 不一定说你一定要等到这个相关的这个成效出来或日期出来之后 你才去反应啊 你自己也要对自己年资的计算 有所了解 你才能好好的掌握你相关的分数嘛 对不对 啊 陈文青大哥是不是 部校正规班淘汰居力较高 还是陆居 这个你问我这么不专业的问题 当然是部校正规班啊 还用讲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部校正规班有踢平啊 陆院没有踢平啊 你知道意思吗 正规班有踢平 陆院没有踢平 好不好 陆院都是直接成绩是多少 又成绩是多少 就让你合格了 所以为什么会说 有些人一直讲说 陆战院 为什么最后一名的都升官了 为什么成绩在前面没升官 为什么最后一名的没有被踢 反而毕业升官了 因为最后几名的都是党官照顾的 对啊 所以你说部校正规班淘汰率比较高 还是陆院 陆院没有在淘汰的啦 除非你作弊 除非你考试作弊 或发生重大军纪案件 不然陆战院没有在淘汰的啦 当然我也看过陆院淘汰的喔 我刚才讲了 你作弊或是发生重大军纪案件 你陆战院的人员的学员 一样会被太除喔 那你正规班就不一样 正规班他是有踢屏考的啊 对不对 那正规班的淘汰率当然较高啊 这不用讲了啊 对啊 那你陆战院他是没有踢屏考的啊 他是直接用捷训成绩啊 是不是 通常陆战院不会被因为学业被踢除了 除非你发生重大军纪案件 或者是你发生了这个作弊 尤其是作弊 我遇到的两个少校去陆院 都是因为作弊被踢回来 那你可能会说 那到陆院这个阶层呢 还作弊干嘛 有的时候你的分数不好看的时候 有些人会去作弊 甚至你在读这个陆军作战药缸 或者是联合作战药缸的时候 你读的不好 你如果被抽签上去台上讲的时候 你讲不出什么屁 那种感觉非常的可怕 就像你之前讲的啊 一些相关的兵 这个兵法的书一样啊 我们都是要抽签上去台上之后 好好的跟大家做说明了 那你看看 如果你抽到一段题目 点到你 你上去 你说不出来那种多久啊 但是呢 你想一想 陆军学院要读多少书啊 是不是 很多啊 有些人 这个承受不了那个压力 最后呢 可能就 有使出一些小技巧 最后就被退学 所以 这个陆军学院 其实你乖乖的 好好去读书 通常是 不会为难你了 那战争学院更不用说了 你都已经到中校阶层了 大部分都顺顺的 就可以接训了 所以呢 这个陆军学院 没有在什么淘汰率的 除非你自己要作践自己 自己要作弊 自己要发生重大军纪案件 不然 陆军 没有再开除的 没有再开除 那 这个进修教育就不一样了 进修教育 它就是进修教育 准备要让你 升到另外一个阶层 加入深造教育的行列 所以进修教育呢 它是有梯评的 它是有梯评 那各学校的梯评 就不在这边赘述了 每个学校对于梯评相关的作业 都有不一样的这个品牌标准 那如果大家对梯评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到我影片那边去搜寻 有关校长控制整个梯评讨 里面的相关内容 都有梯评的相关要项 来给大家做参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